这种理念其实作为今天 就是中国人对这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道家老子讲的少得得多则祸 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最能接受的就是这种 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的这种观念 所以说可能这也是一个东方哲学 在今天的时代反哺世界的一个机会 所以作为中国的建筑师 或者作为中国的年轻人 可能我们可以有这样的 一些大胆的倡议 把我们的应该算是正确的价值观 去表达出来 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我们应有的贡献吧 所以说在这个项目里边 我们就尝试有没有工业材料的替代品 所以我们找到了竹子 然后我们就尝试用竹子 如何搭建不同的结构 包括我们这个最早 其实是参加了一个比赛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设计周的时候 尝试搭了一个1比1的模型 然后后来参加展览 包括我们尝试这个结构